玉帝陛下,该不会真带人去评了金屋宫吧? 李长寿的指导人回了海神府,心底一直犯着这般担心。 此时,天庭刚接手龙族,在将龙族转化为天庭助力之前,龙族会牵扯天庭大部分精力。 这时候,再去挑拨妖族神经,实为不至。 文陀起见,还是等龙族没了后顾之忧,天庭本体的硬实力增加几成,再以鹿鸦之势为切入点。 引动妖族对抗天庭,捉其画饼,使其失忆,趁机清剿业障大妖,助天庭亦飞冲天。 嗯,一点点小算计罢了。 以前天庭大兴不大兴,跟李长寿关系不大。 但现在,李长寿定下了风神节前重大发展路线,自己已经一定程度上与天庭捆绑在了一起。 当然,李长寿在主动将自己绑上天庭时,提前做了棘手撤离的准备。 动妖族时机未到,最少也要在那地府上天之后。 李长寿思量一二,将自己在盘桃宴上写的奏表拿出来看了眼,又取了一张新奏表,细细思量。 还未提笔,赵公民那边已是到了海神庙。 李长寿只能将此事压下,想着耽误半个时辰,一个时辰,玉帝陛下也无法调集足够的冰疆,故意就将此事暂且搁置下。 先把赵大爷的事应付过去再说。 海神庙前,赵公民驾云而来,口中哼着一些不成文的小调。 李长寿的指导人早已在空中等候,听着这般调子,心底不自觉加了些诗词。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,留下小秘密。 顿时感觉赵大爷整个人都疯乱了许多。 老弟啊,老弟,我来也。 老哥请,李长寿侧身做了个请的手势,引着赵公民进了那堂。 赵公民朝着前殿看了眼,不由问,你这庙又在行土木? 如今我已是水神,海神为四海龙王。 李长寿笑道,稳妥起见,先在所有海神庙中立起四海龙王之雕像,稍后再传播些龙王救苦的故事。 此事再过十几二十年也就成了。 赵公民笑道,老弟你做事当真周全,每每都能思虑到旁人之前。 老哥谬赞了,李长寿自迁道,只不过是我平日里忧患多了些,这般思虑不值一提。 赵公民看向角落,却见那已摆好了书桌笔墨,不由扶须倾笑,快不到了书桌之后,提笔斟酌。 这,该如何写为好? 李长寿笑道,老哥,你想对金光圣母说什么,便再次写什么。 赵公民想了想,顿时陷入了沉思。 这样,我给老哥整些氛围。 言说中,李长寿秀中飞出几只普通纸人,在一旁画作三男两女五名乐师,开始吹拉弹奏起了。 安水城花楼中流传较广的一些轻快曲目。 赵公民很快笑道,莫说,多了点乐声,老哥思路也通透了些。 言说中,赵公民鼻走龙蛇,挥豪泼墨,写下了金光师妹四个大字。 然后,赵公民提桌笔,俯身站在桌前,片刻未曾下笔。 非静止画面,长登老弟,这般具体该如何写? 无妨,李长寿淡定的一笑,收起扶尘,聊起衣袖,又在袖中摸索了一二, 取出了几只画轴,摆在赵公民面前。 李长寿笑道,这里有几封男子,书信母版,白色是无好感所用, 浅粉色是好感尽所用,橙色是升温,热浪尽所用。 那这个黄色的呢?自然是因缘尽之后才能用。 冰的一声,赵公民竖起大拇指,老弟大财,那我选这个白,嗯,浅粉色吧。 当下,赵公民打开卷轴,见其内一行行小字罗列,细细读来, 又觉得言语得体,恰好事宜,自己想说的不少话,在其中都能寻到。 不多时,赵公民胸有成竹,开始奋笔疾书。 当然,这里面也存在了一定借鉴的成分。 李长寿将其他几个情书母版收了回来, 含笑在旁等候,也不多看赵公民写了什么。 顶多不小心看到几眼,琢磨琢磨,赵大爷文采如何。 突然间,老弟,你怎么会准备这么多给女子写信的东西? 李长寿含笑答道,那日与云霄仙子分离后,回去便准备了这几样事物。 防备结叫仙人找上门来,问询如何追求心爱仙人。 当然,这后半句是绝不能说出来的。 赵公民笑道,有心了,我在斟酌斟酌。 李长寿再旁也不多言,静静等着。 赵公民逐字逐句细细品着,又觉得自己写的第一版不太满意, 索性重新写了数百字。 言谈之中,多是敬语。 字里行间,只提大道。 到此时,李长寿也确定了,赵大爷绝非是因为拉不下架子, 抹不开脸面,而去拒绝金光圣母, 纯粹是真的没动这方面心思。 纵观全篇书信,就差一句你不是咱稀罕的类型了。 带书信写罢,赵公民轻盈依二,笑道, 此时竟敢无视一身轻,道心通畅矣。 李长寿叮嘱道,老哥,这封信最好还是亲手交到金灵圣母手中吧, 免得让金灵圣母疑心是旁人给他。 善! 赵公民挽起衣袖,拿起书信就暂且告辞, 说是稍后还要回来与李长寿相谈。 李长寿自是答应了下来, 又拆神时准备一桌酒宴, 稍后与赵大爷一同喝酒取乐。 先时看了眼山门中, 灵娥正在青点山中树木齐时, 棋牌势中还未再次热闹。 李长寿此前也想过, 自己若带灵娥暗中离开杜仙门, 与小穷风相交甚堵的久久诗书, 有读师妹该如何安置? 但是,解决方案却十分简单, 让灵娥也留一句老板指导人, 在杜仙门中就是了。 且,按李长寿的规划, 在封神大姐启动之前, 与自己关系匪浅之人, 都会以各种形式送去天庭躲灾避难。 念及于此, 李长寿经不住赴诗一首, 天庭避风港,早来早上港, 不仅躲灾祸,还有功德赏。 嗯,最近一不小心, 自与路鸦道人对诗之后, 失礼大退。 风神大姐,还有多久? 李长寿也是真心不知, 心底总归是有这份危机感环绕, 只能等各处预兆显现。 这句指道人在堂中入座, 李长寿另一句指道人, 坐于水神府中, 开始拟定今日要上座的第二份奏表。 行文刚起, 龙姬公主跑来贺喜, 并送来王母娘娘第二批赏赐。 第一批赏赐还在角落对着尚未开封, 李长寿也就一并接下, 先时扫过, 这都是些装点府邸用的美玉宝材, 虽名贵, 实用价值并不大。 龙姬看李长寿放在书桌上的奏表, 笑道, 您真是劳心劳力, 盘桃宴刚过, 已是在起心奏了呢。 李长寿笑道, 在其位, 自谋其事。 那个, 龙姬咬了下嘴唇, 忽而对李长寿作一行了的大礼, 龙姬多谢水神此前相助。 您虽不让龙姬称呼老师, 但在龙姬心底, 您便是龙姬此生之师。 殿下快快请起, 李长寿抬手虚扶, 又笑道, 陛下此前不愿在旁人面前提起殿下,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殿下, 殿下也当体谅陛下这般用心良苦才是。 嗯, 我会的。 龙姬小嘴一扁, 眼圈有些泛红, 又轻轻将这般委屈擦去, 迅速恢复平日里的活泼欢快。 水神, 您稍后还要出门吗? 李长寿道, 这段时日, 我应当不会外出, 你也安心在摇池修行, 若有事外出且不凶险的, 我自会拆天兵去喊你一声。 希希, 多谢水神。 那, 我不打扰, 水神您忙正事了。 龙姬欠身行礼, 而后迈着轻盈的步子离了水神府。 李长寿目送龙姬离开, 心底却突然泛起了一些荒唐的念头。 金光圣母, 如果李长寿没有记错, 原本封神大劫的故事中, 会成为天庭之殿母, 主掌打雷前闪电之事, 提醒生灵天将有落雷。 现在发生在金凹岛上的事, 岂不是可以理解为, 殿母苦练财神爷, 财神爷对其只当媚, 雷布一群光棍正神干瞪眼。 也是颇为有趣。 李长寿回了书房, 继续宁神提笔, 写有关妖族之事的劝谏奏表。 这次行闻过半, 又有人来安水城海神庙打扰, 且来人也非寻常, 让李长寿不得不停下笔墨, 心神大伴归于海神庙后堂。 矮者何人? 一身蛋黄长袍, 须发随风飘摇, 身形修长, 面容和蔼, 看起来不过四五十岁, 却又给人一种, 便经世间沧桑之感。 自是铲教有名的宽厚长者, 风神被绑专业户, 干啥啥不行, 被带节奏第一名的。 黄龙真人, 多谢海神成全龙族, 多谢海神成全龙族, 两人刚见面, 黄龙真人就是连连坐到一, 口中如此喊着, 李长寿不敢直接受礼, 也就不断坐到一回去。 二老者在半空中好一阵对拜, 把下面正颗瓜子闲谈的几位神使, 多看乐了。 待寒暄几句, 入了内堂, 黄龙真人建议摆好的酒席, 不由惊了下。 这海神, 推算的本领, 竟已到了这般地步, 算准了他, 今日此时会来此地。 这可当真, 李长寿在旁微微一笑, 也不点破这般误会, 竟只请黄龙真人入席, 只是让人加了一幅碗筷酒句。 这次黄龙真人来此, 就是单纯来得李长寿道谢, 话语中言说, 多亏李长寿提携云云。 起码, 从黄龙真人此时对自己的称呼来看, 铲教一方得到的消息并不算全面, 也不太准确。 他现在已是天庭水神, 虽然具体职位, 神圈宝器还未定下。 哈哈, 海神你当真厉害, 黄龙真人赞叹道, 盘桃宴上一粒斗西方教六圣人弟子, 堵得他们哑口无言, 甚至隐隐老君清零为你作证。 这是玉须宫中人人都在说, 我铲教众门人弟子, 对你当真佩服得很啊。 李长寿盲道, 前辈言中了, 那如何是斗, 只不过是按天庭规矩, 有一些小小的盘问罢了。 我对西方两位圣人老爷, 以及众圣人弟子, 也是十二分的钦佩。 黄龙真人顿时笑眯了眼, 懂, 懂, 都懂。 言说中, 这位真人叹了口气, 叹道, 这次盘桃圣宴定龙族之事, 平道未能前往官里, 当真是生平憾事。 李长寿, 感情是来怪自己, 没去邀请他上天入席。 李长寿笑道, 前辈有所不知, 这次天庭之事, 我本不想让三教高人前往, 如此会给龙族太大压力, 也会让玉帝陛下觉得, 天庭之危不足以令龙族归顺。 故, 未给前辈送去请柬, 公民前辈是应有其他事物去天庭, 刚好趁盘桃燕之机前去, 如此方便行事。 黄龙真人不由笑问, 哦, 公民师弟, 去天庭作甚。 徐月老处理一些私事。 月老? 黄龙真人眼前一亮, 与李长寿目光交流少许, 而后恍然大物状。 这边话音刚落, 赵公民的身影已是出现在数百里外, 驾云朝安水城赶来。 看赵大爷眉角含笑, 胡须轻颤, 李长寿便知, 赵公民因是将信给了金光圣母, 就直接折返。 待赵大爷来了此地, 李长寿问寻一二, 倒也不出他所料。 赵公民寻到金光圣母, 笑着道了句师妹给你, 扔下书信扭头就跑, 施展神通, 直接挪一归来。 若是不认那书信的内容, 这一幕像极了爱情。 来! 赵公民意气风发, 此事已了, 刚好黄龙师兄也在, 金当痛饮三百杯, 明朝何须再多情。 当下, 李长寿与黄龙真人提杯相对, 推杯换盏, 其乐融融。 差不多半个时辰后, 赵公民与黄龙真人聊得火热, 李长寿也就分了些心神, 继续服按写奏表。 莫名的, 他有些担心, 玉帝陛下行动太过迅速, 抢先一步将这份奏表拟好, 而后检查一遍用词, 斟酌一遍语句, 润色少许边角, 这才吹干墨迹, 将两份奏表提好, 朝灵霄宝第二去。 到了殿前, 不必通禀, 不多问询, 开启普通全程光环, 一路畅通无阻, 直达玉帝价钱。 陛下, 陛下, 嗯? 正单手撑着额头, 似是沈月作表太累, 而暂时小气的白衣玉帝, 顿时回过神来。 李长寿暗道要遭, 这般情形, 像急了他全心欲识指导人时, 被人打扰。 玉帝笑道, 长庚爱卿, 可是有何疾事? 陛下, 李长寿忙将第二份作表先拿出来, 有关妖族之事, 小神仔细思量, 觉得其中有不甚稳妥之处, 雇拟了一份奏表, 请陛下过目。 当下, 李长寿先例推送, 这奏表落在书案上。 玉帝拿起仔细过目, 初看时不断点头, 看到后面已是眉头紧皱, 难难道, 若如此考量, 这妖亭余孽此时当真杀不得, 快。 嗯? 李长寿故意露出几分迷糊状, 无事, 无事, 爱情稍后, 玉帝赶紧闭上双眼, 心神放归旁处, 只差一点, 他的化身就带着一批冰浆, 与他布置的后手, 偷偷登上了太阳星。